老同事你覺得這個問題要怎麼樣解決 還是你覺得真的完全沒有辦法解決 你能不能說一下 那個跟益座報告一下 在招標的時候立法院也有做決議 立法院決議是用最低價的招標 那如果說沒有最低價招標 否則預算不得動之 在預算的委員會裡面的主決議 已經做這個決議了 所以連最有力標都沒辦法執行 這第一點跟益座報告一下 第二個報告呢 剛剛談到合約的訂定 剛剛因為很早的時候 你建議要怎麼解決 現在已經是這樣的 你要建議要怎麼解決 讓我先講個前提講後面 前提呢 當初招標文件裡面 很多是有彈性的 並不是沒有彈性的 剛剛談到現在問題最大 耗質問題 耗質問題當初在招標裡面決定 是說要符合所有的需求 原來初步的設計是用落坡電纜 不是用現在的無線傳送的這個系統 不過到初步設計 也是落坡電纜的設計 不過到細設的時候變成呢 無線電傳送的聲音 現在出問題就出在這個地方 怎麼被改的不知道 在民國99年被改的 我完全不清楚 這因為原則資料看不到 不過剛剛易多講的問題 大家所以 因為工程沒有必要怪人家了 高鐵當中 接下來我也想弄通車了 我被罵得要死通車了 所以我也被罵習慣也無所謂了 不過要通車 也是我們全民的期望 這才是我的目的 所以剛剛易多講的沒有錯 怎麼小人經把通車 當初我在民國101年 葉匡子當次長的時候 曾經來找我談過 他說要怎麼解決通車問題 我已經告訴他 你如果說你這個 耗熱系統問題不解決的話 你通車是搖搖無期的 我已經明確告訴他 還是白紙黑字給他 他沒有解決 我講何董 我現在是 現在大家不斷的在講問題 已經沒有用了 怎麼真的要解決這個問題 那你畢竟在裡面 你算是專業的 而且了解這個過程 我是希望真的去幫忙一下 不管是520之前之後 我應該要幫忙的 就跟他們要怎麼解決 也怎麼樣是 你說要等到司法解決 那完蛋了 那真的是遙遙無期 再來 這個財政相關的一個問題 其實現在是每一年叫序號 不通車 每一年序號 通車的話那是真的就要開始花大錢了 那現在那個我想總經理 高雄捷運現在一年虧多少 就我目前的了解他今年好像損益有平衡 一年大概虧多少 一開始的時候一年大概虧8到11億不得 那現在我知道去年的情況他已經虧損 Cash Pro是打平 這個部分要好好準備 因為你們要虧損的錢到最後都是三個政府要去注入 這個部分能夠哪些部分 全力可以去賺錢的部分 你們要真的要現在開始去想 所以我們問 董事長 董事長大家都非常關心通車的時程 那你剛才有特別提到一點就是說 這整個捷運工程是在2006年由民政黨市府來簽約的嘛對不對 那你說在09年有一個微波系統被改為無線電系統 是目前影響通車最大的問題嗎對不對 是的 那有確定明定改過合約狀態發生嗎 等一下我給你一份資料 書面資料 所以當時是怎麼更改的 你可不可以說明清楚一點點 更改不知道 查不到資料嗎 查不到 因為我們要調他的監照資料調不到 那當時在簽訂完 跟完紅簽訂整個合約過程當中 有備註可以更改合約嗎 應該沒有吧 所以我現在不知道 所以整個都不清楚嘛 我記現有的資料 等一下會後馬上一份給您看 這份資料給我瞭解一下 我想真的啦 現在大家都非常關心通車的時程 那到底跟中央怎麼去談 這個通車的時程 我覺得啦 不要再訂一個時間點 要訂時間點就一定得通車 民眾聽到三月五月六月 聽了很多次了 不要讓他認為我們是放羊的孩子 也不要認為民眾認為 我們公部門講的話 沒有公信力 所以真的通車時間 一旦訂了 就不要再以後 我們真的不希望下次再訂一個時間 假設十月通車 十月跳票 假設十月通車 十月又跳票 甚至有人告訴我 可能兩年內都沒有辦法通車 有可能發生嗎 這個我不做推測 表示有可能 所以這個部分 麻煩董事長 未來新政務上台之後 跟中央一同商量 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當然人事經費 目前也是我們捷運公司 最大的考驗 現在沒通車之前 我們現在整體員工有多少人 差不多大約一千一百人左右 一千一百人 每年的開銷要多少錢 人事費用的話 大概人事費用大概六億 那如果連這個業務費用加起來 將近十億 真的一年燒十五億 真的是一個非常可觀的經費 假設萬一一年兩年三年四年 都沒有辦法通車狀態之下 開玩笑 燒了幾十億的經費 真的這個經費 都是我們人民的血汗錢 都是名子名高 應該要如何商量 未來如果沒有辦法 明定通車實車狀態之下 這些人事的經費要怎麼解決 我覺得是 董事長應該思考的 謝謝 董事長 董事長 是 謝謝 剛剛我們有一位民進黨議員 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講得非常好 他說 冤有頭 債有主 這個帳要算清楚 好 所以呢 我現在來跟你稍微算一下帳 我們現在都在講 這個 現在桃園機場捷運 一直沒辦法通車 是因為 完紅在這個機電設備上面 出了很大的問題 對不對 好 那 這個問題 我們聽起來 好像 目前 從早上到現在 聽你回答議員的這個回覆啊 好像無解 聽起來無解 本來啊 我剛剛還在想 說只有一個方式可以解 那個方式呢 就是蔡英文任命你做交通部部長 只要你去做交通部部長呢 那 這個問題就能解 為什麼呢 因為啊 這個 自己種的因啊 就要自己 這個承受那個果 所以只有你自己 才有辦法幫你自己解套 任何一個人大概都不敢幫你解套 不過呢 我剛剛覺得很遺憾 為什麼遺憾呢 我現在真的對我們桃園機場捷運通車啊 我真的是不抱希望啊 為什麼 如果誠如蔡英文講的 安全第一 沒有安全 就沒有桃園機場捷運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 桃園機場捷運要通車啊 遙遙無期 為什麼 因為剛剛已經宣布了啊 交通部部長啊 賀成淡啊 對啊 所以我的希望落空啊 本來希望是你自己去幫你自己擦屁股啊 結果現在沒辦法了 那我為什麼這樣講啊 不是我訂的擦屁股 合約不是我訂的啊 我是不是 我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啊 那是不是你我就告訴你嘛 機場捷運在1996年 85年啟動 後來是長生拿走 拿走之後他發生財務問題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陳水扁 當時做總統的時候 就決議 在2002年 跟這個長生 這個集團解約 對不對 2002年12月31號 達成解約協議 那個時候 你在做高鐵局局長 對不對 沒錯吧 然後呢 陳水扁總統就決議 他要這個 這個改 改為政府收回自己來興建 然後呢 當時 就開始做這整個政府 自己收回興建的這個整個規劃 在第一次 整個設計 我們知道要公開招標 這麼大的案子 最起碼要公開上網 三個月以上吧 對不對 你要設計好整個的規格 資格 預算金額 全部設計好 你才能夠公告上網 那最少你公告上網 也要三個月吧 好 那第一次開標什麼時候 你記得吧 如果你 你沒有忘記的話 這個 桃園機場捷運 後來在高鐵局的規劃設計當中 決議用統包方式辦理 也就是土建基建 全部做統包方式辦理 不是 是最低價招標 不是統包 統包 然後最低價的這個方式招標 公開招標 對不對 最低價公開招標 這個是在2005年 5月31號立法院的決議 決議統包方式最低價公開招標 好 第一次公開招標是什麼時候 2005年的6月8號 我請問那個時候 高鐵局局長是誰 是我 是你 好 所以 整個的規劃設計 我們政府收回自建 整個的規劃設計 包括資格 規格 金額 都是你在做高鐵局局長的時候 一手主導的 我這樣講沒錯吧 錯的 好 錯的你讓我說一下 哪裡錯 第一個呢 不是你設計規劃招標 第一次公開招標 劉標 對 劉標 9月份第二次招標 對不對 9月份第二次招標 那個時候你剛剛離開 你從高鐵局做到8月底 然後調到交通部做正次 蘇菲言 蘇菲言我給你報告 蘇菲言我給你報告 你不用跟我報告 我告訴你 你不用跟我報告 我現在告訴你是監察院有這個審核報告 我現在就唸監察院的審核報告給你聽 可以可以可以 我現在告訴你 當時你在第二次招標的時候 我跟你講你不要否認 因為你從第一次招標 是在2005年的6月8號 你第一次招標跟第二次招標 你中間並沒有修改任何的資格規格跟金額 頂多金額有做修正 你的資格跟規格以及辦理的方式 你都沒有做修正 所以這整個招標的規格 就是你在做高鐵局局長的時候 是你在質詢我我在質詢你 你講話要不要經過我同意 好抱歉 這個就是在你做高鐵局局長的時候 所設計規劃的 在第二次招標 是在2005年的9月15號 開標是9月30號開標 開標完畢 當時投標 第一次投標 流標是因為只有一家 就是玩紅 第二次開標 只有三家 一家德國西門子 一家法商 這個亞斯通 再一家就是日商 玩紅 開標完畢 當天西門子就公開的質疑綁標 亞斯通不表示意見 西門子就要求要到公共工程委員翻案 他說因為 玩紅資格不服 那玩紅資格到底服不服 因為你們在裡頭資格裡頭規定 他必須要有一個 ATP跟ATO的實際的經驗 對不對 好 當時開標的時候 是剛剛講幾年 2005年 民國94年 他94年 玩紅提出來他的實際經驗是什麼 是英國的維多利亞系統 而這個系統真正開始完工營運 是在98年 這就是為什麼西門子質疑 日商玩紅根本資格不服 然後我們竟然高鐵局還可以招標通過 說他是資格符合 而且更厲害 更厲害是什麼 高鐵局定的底價 剛剛說是最低價標 高鐵局定的底價 262億 對不對 262億 這個玩紅超厲害 他竟然可以用261億得標 西門子275億 亞斯通369億 所以 所以 這個在一開始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董事長 你的經驗比我們豐富 像這樣子的國際標 像這樣子的國際標 在國際上開標當天 就會有這種跨國性的經驗 可以當場提出質疑 而且說出這麼重的話 說你中華民國政府 綁標 我跟你講 現在事實證明了 2005年 現在是2016年 11年後 我們來回頭看看 這些當初 廠商質疑 跟我們監察院這裡 提出來的報告當中 我們就看到了 人家當初的質疑啊 是有根據的 我跟你講 所以啊 這個 我跟你講 你不用 你不用否認啦 你不用否認 因為事實擺在眼前 我只講 當時 桃園進場捷運 整個的資格標 規格標 跟預算金額 是不是你做高鐵局長的時候 訂的 是還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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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意思是說你是架空啊 不是 你還敢這樣講 當時的官房是誰蓋的 不是你 高鐵局長何暖軒是誰 吳福祥蓋的 他訂的底下 絕對不是我 局長是誰 吳福祥 局長是吳福祥 對吳福祥 2005年 2005年 5月30 6月8號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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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訴我 6月8號是誰 2005年6月8號那一天 是我嘛 是誰 我跟你講啦 我跟你講 不要玩這種文字遊戲 你前面規劃的 全部規劃好以後 交給另外一個人來接嘛 但是接的人 並沒有修改整個的資格標 規格標嘛 對不對 那個資格標跟規格標 還是你啊 我跟你報告一下 我跟你講啦 我們網上 你不用再講啦 我們在網上抓到這個 歷史啊 在這個資格標可以給你 我告訴你 我們的資格裡面 你們並沒有玩紅兩個字 廢話 有玩紅兩個字 你就已經去坐牢了啦 你 我跟你講 我告訴你啦 我告訴你啦 我就講啦 桃園機場捷運 要記住何暖軒這個名字啦 我們會深深的記住 何暖軒這個名字 我要在這裡再一次的強調 這個太嚴重了 我要再一次強調 這是你的榮幸耶 so honor 我跟你講 多麼榮耀的一件事情啊 一個這麼重大的國家公共建設 歷史二十年 到現在還沒有完成 我跟你講 記住你的名字 中華民國所有的國民 會記住桃園機場捷運 何暖軒這個名字 我跟你講 弱地基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沒有安全 我再講一次 沒有安全 沒有捷運 今天不管是誰 做交通部部長 沒有安全 沒有捷運 如果今天 你們今天如果因為 馬英九在當總統 你們的規格定得這麼好 OK 我們接受 因為沒有安全沒有捷運 你可不要 沒有安全沒有通常 你不要蔡英文 當上總統之後 什麼的安全也沒有了 什麼的規格也沒有了 什麼的要求也沒有了 我告訴你 老百姓的眼睛 會盯著看 何暖軒 桃園機場捷運 會記住你這個名字 一座大家要有良心 做這個是良心工作 好不好 好 謝謝 請坐 好 接下來我們請 李光達議員 林志強議員 彭俊豪議員 郁福和議員 劉仁肇議員 楊佳良議員 六位議員 共用23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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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副委長 董事長 謝謝 那個基本上 還是對你的認真努力 我想你也知道 我們市府 還有我們的市民 也包括新北 台北市民很重視這個機場捷運 早日通車 但是我們還是堅持就是說 系統一定要穩定 安全無疑才能夠上路 我想 除了目前的一個機場捷運之外 我想最近我們的綠線 在國發會也通過了 所以說我們是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未來是不是也要負責 我們的綠線的部分 綠線是交通局在負責 我們會負責營運 對 營運的部分也會移轉到 我們大眾捷運 會 我想我們既然叫做 股份有限公司制 我想在實際的 這個管理 與負責 還有各部門的統籌 是總經理要負責 來 董事長你請坐 謝謝 總經理 是 我們現在內部的管理 你可能還要再努力 是 我們都會努力 我覺得我們的公司裡面 一些一千多個同仁裡面 是 你可能管理上還要再做一下 加強 為什麼 內部有陳情 對議員大小園 我跟蔡永芳議員 跟彭俊豪議員 劉仁昭議員 從來沒有接過檢舉信 不要對議員大小園 要檢舉的話 全部都要檢舉 這點要求一下 是 那我們現在 金融的一千多個人 一千多個人 現在大致上在做什麼 跟預作報告 現在所有的人員 以營運準備 在這個營運通車的準備 為優先 所以目前所有的新人的部分 分成幾個大項 第一個就是說 配合交通部高鐵局所做的測試 這件事情 你講到測試 你講到測試的話 不管是PR SR或者IST的一個測試 這些都要去做 對不對 我想 在還沒有營運之前 我想 現在的一個工作壓力 應該是比較少一點 我想他們現在 最近的壓力都還蠻大的 因為我們對同仁的要求 通車之後 通車之後 我們所有的工作同仁一定壓力更大 社會大眾的一個責任 哪裏做的不好 我想這段時間的一個訓練 就是 上路之後 就是要好好的服務我們的市民 還有包括雙北 我想 剛剛有議員提到就是說 我們台北 新北 考慮退股 我想這次不可能發生 我想這機場捷運 這一條線 不是只有我們桃園市民受惠 是不是 雙北五百多萬人 我們兩百一十萬人 我想他們更期待 我們的機場捷運 找入通車 對不對 我想其實每個縣政府都很希望 所以說在現在人員 我們在議會之時 我們有一個專案報告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已經用兩批的話 兩批的人力 那是因為交通部主導的 不是我們捷運公司 我們只是負責營運嘛 我們是一約 照進度來行事對不對 是的 所以說在加強訓練方面 我想 最近 我想很多 一些社會 反社會 或者心理有問題的非常多 在這個安全 就是我們講說 在保護我們的市民 乘車安全的部分 可能要做一個加強訓練 因為如果只賴這個40位的捷運警察 要發配到 21個戰區 可能有困難 我想跟預作報告 我們會加強在這個部分 而且我們也跟捷警隊 以及地方的警察局 還有我們的保全系統 要做整併 所以目前就是說捷運警察 已經在上個月成立了 那現在目前他們在做什麼 跟預作報告 目前捷運警察部分 正在上我們捷運相關的課程 我們替捷運警察隊 安排了一個課程 是針對我們站務 以及各車站的一些相關的 以及交通捷運的一些相關的法令 還有我們整體的狀況 去做說明 我想大家都希望早日通車 通車之後的一些營運 包括人身安全的問題 不是只有賴捷運警察 我想我們內部的同仁 也需要相關的一些知識跟訓練 這個我們也相對跟警察單位 有做一些相互的學習 另外我們現在是實質接管 A17到21 那A16、15往上推 那有沒有接管 有 我們現在大概從A8、A9 12、13、14 然後17到21 我們再接著10個站 所以說我想 系統的安全穩定 你的基電 你的土建 所有的部分 不是只有我們這一段 你現在實質接管的部分 另外最後 我昨天有地震嘛 對不對 在地震之後 你們會不會主動想要去查說 這個鐵軌或者土堤的裂縫 有跟預作報告 我們有地震的預警器 然後一發生地震的同時 我們的軌圖場的通人 馬上就進行巡軌 所以昨天在發生花蓮地震之後 我們的通人在一個小時之內 就馬上上軌道 重新去檢視我們軌道的情況 我想你們自己的 early warning 系統 自己要去建立 我想今天所有議員的一個期免 你們要虛心去接受 虛心努力 讓我們早日機場局員來通車 謝謝 是 我們會努力 謝謝 謝謝 那個何董事長 我想今天請你們檢疫局 來這邊報告備詢 其實我覺得整個早上號在這邊 好像議員談的你們也很無奈 大家都很無奈 因為真的我們講實在的 這條捷運線沒有辦法通車 就談不上這個營運管理 所以在這麼多的民眾跟議會的質疑之下 我想這個通車到目前看來 真的是遙遙無期 那麼蓋了這個20年的這個捷運 我想這個可以堪稱是史上 台灣最難搞的這一條捷運 那在這個部分 我想你們也做了很多的 交通部也做了很多的這個系統的測試 從11月到今年的2月 總共出現了這個450次的異常 那整個 包括了耗製的異常 包括煞車系統的異常 機電系統的異常 脫軌滑軌 這個部分 一直到現在 因為我們定了一個最高的標準 就是安全無以系統穩定 我們才讓他通車 這是一般標準 不是最高標準 這個是一般標準 我們也希望在大 大眾運輸的這個承載上面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這個民眾 可以得到最高的這個安全 對不對 那所以 早上也有議員在提 這個新政府在擺爛 我不曉得 新政府在擺什麼爛 我們新政府都還沒有上任 我們在擺什麼爛 那我覺得 在過去這樣的一個狀況裡面 除了交通 包括交通部 包括公共局 我想 一直在顯示 他們又想要這個 這個減價驗收 到底現在有沒有減價驗收 這件事 現在他們在否認減價驗收 所以減價驗收 也執行不下去 執行不下去 不過剛剛 我也讓我一個機會講個話 就剛剛 蘇議員所談到的這些東西呢 在合約上的規定 並沒有 我也檢視過這個合約 沒有差錯 我們會比對現在的執行 跟執行合約的執行 有什麼差別 結果呢 之前的合約呢 在規定的時候 在現在執行當中 被改掉了 被改掉蠻多地方的 現在的炮製系統 軌道系統都被改掉了 所以當初你在交通部高鐵局的時候 擔任交通部長 其實這個合約不是你定的嗎 合約不是我定的 不是你定的嗎 我給你這個機會你說清楚 不是我定的 不是你定的 是我下一任局長 吳福祥定的 因為土木跟基電不一樣 基電是招標以後才開始做設計 不是招標之前就做設計 不是這樣子的 就招標 比如說 Kawasaki拿到之後 他開始做設計 送給業主 就是高鐵局做審核 那是不一樣的 所以很多的被改掉是 民國99年被改掉的 民國99年被改掉 所以你剛剛一直在重申 這99年改掉的這個合約 也不曉得這個 我不知道怎麼改的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在桌面上談 沒有辦法拿到桌面上談 對不對 我有書面資料 所以你有書面資料 我想這個部分 應該要跟社會大眾做一個說明 那這八年 這個 現在的政府 他們怎麼去 把這樣的一個 整條捷運線 包括合約 包括整個 驗收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們應該要讓社會大眾了解 並不是我們 陶傑公司擺爛 並不是我們新政府在擺爛 對不對 那這個更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跟你們陶傑公司完全沒有關係 對不對 我們只負責末端的營運跟管理 這陶傑公司是冤枉的 對 所以我今天 剛開始我就講 我說你們很無奈 我今天叫你們來備詢 你們也不曉得要怎麼講 對不對 包括整個議員的質疑 那你通車 什麼時候通車 我們到現在 我們都沒有辦法 辦法跟社會大眾說一個明白 對不對 那我今天 在這邊就是說 也希望啦 何董事長跟我們整個捷運公司的整個團隊 我們今天 真的我講實在 現在捷運公司 除了是一個爛攤子之外 他也是一個大型的能力倉庫 那剛剛一聽你們報告 你們整個財 這個財務的狀況 他可能到明年 明年是一個非常 這個公司的一個非常大的危機 我們希望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好好的提出 這個相對應的計畫好不好 是的 謝謝 謝謝林議員 董事長 我想 你是非常辛苦 真的 我想 既然 剛剛也都有很多議員 在對你這樣的一個指控 我想 我們當然都知道 就你剛剛所說 其實對你來說 是一個非常 一個 無辜的指控 但是我想 既然有這樣的指控 我們還是要面對它 就我剛剛所瞭解的 那我們手上握了所有的資料 那所有的相關的一些資訊 要好好掌握 那說不定未來到時候要面對很多的調查 或是任何的甚至司法程序 這些都是 未來可能是 不管是對自己 或是對我們的公司 甚至對台灣市民 所以說 我們要擔心的是說 到底讓我們的公司 如何撐下去 因為 在沒有通車的狀況之下 我想 最主要的營業項目 我們的票箱收入 是沒有辦法執行的話 那我想請問一下 在現在我們的公司裡面 有其他的營業項目 可以為我們開拓一些盈餘嗎 現在我們成立一個事業開發組 還有其他相關的組織 都共同合作 就是說 怎麼對公司 能夠增加他的附屬事業 能夠增加收入的地方 我們都在討論這些事情 好 我想 其實這些附屬事業 對我們公司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在現行的狀況之下 那我想不管是整個一個廣告行銷 或者是土地開發 這些都是可以去思考討論的部分 包括我們剛剛也有議員談到 事實上在整個營業之後 可能還要負擔很多的一個損失 那但是呢 雖然說這種大眾交通工具 不以我們營利為目的 但是我們想到的是 要怎樣把這樣的 我們的虧損降到最低 所以說 在這個部分的話 不管是為了現在 為了以後 這個部分我們要做最好 最周延的一個準備 那這部分的話 麻煩我們這個整個公司裡面的 要好好去思考一下這個部分 好 謝謝我們公司長 好 好 學長 在我們捷運公司這邊 針對我們大家都一直在問說 何時通車何時通車 那麼最主要呢 我在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整個都很完善 但是 有一點我是說 你這 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去 預期通車的一些缺失點 你沒有跟他列出來 讓我們各位預作看 那麼再過來 一個國家重大建設 不應該政黨的輪替 而把給責任給推卸 就誠如剛才董事長所講的 這是一個責任 這也是 一個我們必須要確實去做的 當然 在設計花包 在這個整個施工的跟建造 到要驗收來營運 這有經過三個朝代 那當然 在要我們接這個 這個捷運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說 我們呢 最好是做到零缺點 當然沒有辦法說預期做到零缺點 但是 我們希望說有他一個比例原則 那相對的 在這個區域定定 區域絕對不是單方面的有利對方 那最主要 在區域裡面的所有的罰則 那我們是希望說 中央部分 他能監督的 他們該怎麼去打官司的 中央要去做 那我在這邊 我感謝到 感謝我們董事長 在我們的質詢工作報告裡面 我一直在講說 我們A17站裡面 他的轉彎會造成這個噪音 那也經過呢 我們公司這邊 跟中央這邊 現在已經施設做好 這個隔音牆了 但是我們憂心的就是說 你像說 上一次的颱風 把A15 A16 整個的 他的屋頂全部都掀掉 這讓我們質疑啊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現象呢 這絕對是他施工品質裡面 所造成的問題 那像你在這裡面 他有一個呢 就是說我們會打滑 打滑這個距離 是超過1330公尺 那上次我們有得到一個訊息說 希望以降速來換取這個通車嘛 那像這個打滑呢 董事長 我們的捷運不可能做人行道吧 不可能在1.5公尺的時候 開始來做人行道吧 讓他在那邊停止以後 讓人民用走的吧 還是說這個打滑是很嚴重的問題啊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 這個打滑頻率太高了 太高了 而且你這裡面的包括那個電片 有一萬零四百五十五片 包括你完紅跟西門子 所提供的電纜線接頭 全部都是品質不良 所以說這種種的問題 我希望說一部分部分趕快去做跟他解決 那我們相信說我們市府所接續的 所承接的這個捷運呢 是一個能做到呢 最好在比喻原則的容許之下 在做一個最安全的情況之下 我們把他接手 那才是應該的 是的 第一個我們考慮是人民的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好謝謝 謝謝 好董事長 董事長 那我想請問一下 請教一下 其實就今天所有的議員一些討論 該不會不外乎就是說 之前的我們的簽訂合約一些問題 那我相信這個應該不是 我們捷運公司的責任嘛 對不對 第一個不是捷運公司 第二個因為他們是針對我 我個人 但我也跟一座報告 不是我個人的問題 是 因為一個合約也不是我一個人訂的合約 但是呢我可以明確的說 比如說剛剛說262億 他投票261億 262億呢是 立法院通過的預算 260億大家都看得到 看得到 那人家投票260億 那人家的事情 跟我們怎麼會有關係呢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訂定底價絕對不是我訂定底價 是我下面的局長訂的底價 底價我們都看不到 那底價訂完之後 那開標的時候 才可以看得到說 你是不是低於底價 那是在我後任局長的事情 還有第三個最重要的是說 機電系統的設計跟得標 是得標才做設計 不是設計才去投標的 完全的邏輯上是相反的邏輯 所以如果有造成一些 讓老百姓混淆的這個部分 我希望就是我們捷運公司 我們董事長可能要 可能要找個機會跟對外說明一下 不然老百姓會誤認我們的捷運公司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奇怪的問題 我們的政府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問題 這產生好不好 這個部分我再請董事長來處理 因為我也跟郁州報告 其實我這些都跟市長都有報告過 市長是叫我們忍耐 市長是比較圓滑的人 不是圓滑的 比較圓融 而且比較說謀修不要吵架 他的個性是這樣的個性 所以我們公司也是尊到市長說 不要跟他吵架 可以就可以 是這樣子來的 要不然我一定跳出來講的 不過剛剛要澄清的時候 我覺得說還是要澄清一下 免得到時候真的大家會誤會 那我們現在其實捷運公司最主要的 這家公司成立的目的應該就在營運 營運才是我們的重要 那現在我們算是站在協助 完虹來協助我們的測試 對不對 我們是站在協助的角色 那未來營運的部分 這個就是現在大家會來討論說 我們現在捷運公司還沒有營運 但是一些人力的部分 常常老百姓都會說 捷運已經跳票這麼久了 都沒有通車 但是我們的人力一直在增加 人力一直有在增加這個部分 我希望說這個部分我們捷運公司 我們總經理是不是也要對外 來說明一下 我們這些人力要怎麼配置 然後我們的財務會不會有問題 因為我今天也有聽到議員說 是不是106年 明年度的薪水會發不出來 那這個可能會造成一個人心惶惶的問題 我們今年才又進了一批 對不對 又進了一批大概三百多人 四百人 我們也是配合交通部他通車的時程 那交通部要求我們能夠 儘速完成通車的人數的到達 所以我們也猶豫很久 因為我們也知道人一進來以後 就是每天都要有非常多的人力成本在這邊 所以我想這點的部分 我們也是除了加強訓練之外 也是依附交通部他的指示 我們按照他的規劃期程 來做人力的禁用 對我懂我了解這個是我們可能是 我們是依照交通部 依照中間政府的指示 我們來配合這樣子來做 但是既然我們有做這個作為了 我們後續怎麼做 我們後續要怎麼安排這些 這個就是我們的事情 這個我們都有在規劃中 捷運一開通 馬上這些人就要馬上可以站上第一線 馬上把他服務做出來 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我們後續這些人力 然後讓明年會發不出薪水這些疑慮 我覺得這個可能我們市政府 我們的捷運公司要來 有必要來做一下澄清的這個部分 讓所有的老百姓知道我們捷運公司的作為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也不會有通車的部分 當然要安全無語 系統穩定這個方向來努力 然後也不會有未來的一些問題來發生 這個部分我跟董事長 然後總經理這個部分來努力一下 我們會交強說明 是的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人造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我們請總記者先請坐 那個董事長 我想這個 這個整個的工程的經過 我想你這個 董事長其實最清楚 國民民黨執政的時候 我們剛執政的時候 面對接手的也是血稅 也是國民黨政府發包 民進黨接手 那時候你應該也在交通部 這個台灣高鐵 也是國民黨政府發包 民進黨接手 接下來也是在這個八年的任期內 把它完成 所以顯然這個發包跟完成 只要這個當時的規劃得當 那接下來我們接手 認真把它完成 我相信這個政府的交接 銜接輪替 絕對不會是工程延宕這個的 可以推卸責任這個原因 那我們要找到原因在哪裡 我想剛剛大家都有討論很久 那土木的部分 土建的部分 相信現在大家看起來是 這個爭議比較 相較於這個基電的系統 爭議相較沒有那麼大 那基電的部分顯然剛剛好 是大家討論的重點 您是在2005年這個8月卸任高鐵局局長 那在這個過程中 剛好基電系統的這個整個招標案 有一個銜接過程 那個董事長有沒有辦法 就這個部分簡單的可以說明一下 我想在整個的規劃當中呢 是整個團隊在規劃的 一個人沒有辦法懂得那麼多 那麼多東西存在的 這規劃的報告裡面呢 全部審核通過之後 高鐵局審核通過之後 要送到交通部審核 交通過要送到經驗會審核 經驗會還有報了行政委 核定之後才回頭下來 所以不是一個人能夠掌握說 你要怎麼幹就怎麼幹 不可能的事情 是啊沒錯啦 當然就不像會美和事案嘛 兩個科長可以決定 400多億的這個標案 BOT案 這是不可能嘛 不可能一個高鐵局長 來決定這整個季節的這個 這個標案嘛 那這個剛您提到一個重點 讓我再說一下 2008政黨論理之後 所有人都查我 成一個小組查我 到底也沒有問題 這查我的監討報告 我也看到了 沒有任何問題 在地檢署也查了 也沒有任何問題存在 監察員現在也在查 如果說我有問題的話 我早就不會在這邊 特徵組也查過啦 如果我有問題 我早就不在這邊了 所以這些莫須有的指控 真的不需要 如同剛才一座所提到的 在國民黨簽的高鐵 雪碎 最後我再執行完成 我二話不說 也從來被罵過人家 我認為說工程做好是全民之福 大家要認真去做的 這樣就好了 其實我之前為什麼 我在議會 從來不提到這些問題 我認為 跟我以前的理念一樣 大家把它做好是最重要的 不是去罵人家 罵人家沒有任何意義的存在 我們過去執政 其實如果當初規劃做不好 我們就是把它修正完成 所以人家發包 我們減採沒關係 給人家批評OK 但現在變成是我們發包了 結果你們沒能耐減採 還要把責任推回到前朝說 是你規劃不好 但顯然規劃也不是這個 和高鐵局局長的時候規劃啊 那顯然是2005年這個 這個招標開始到2010年 機電系統進場 這中間的轉折其實非常的有趣嘛 這中間轉折發包之後 剛剛有提到一個重點 它是發包之後 得標廠商在做設計 那這設計 就影響到今天機電系統 採用什麼電纜 什麼材質的電纜 什麼樣的這個機電系統 影響到今天訊號不良 有可能有幽靈電車的問題 有幽靈這個 看不到列車的問題 顯然當時的機電系統 整個那個五年之間的調整過程 是非常關鍵嘛 所以如果未來有機會 也拜託董事長 適當的機會 我們再來把這些問題說明清楚 大家釐清嘛 釐清全責 既然要談我們就來談清楚嘛 好不好 謝謝董事長 我也謝謝 是 好謝謝 接下來請陳志文議員 徐清順議員 兩位議員共用時間六分鐘 謝謝 好謝謝 董事長 總經理 說實在啦 今天早上 我真的很關心 我們桃園捷運公司的整個 工作報告的那個整個狀況 早上九點的時候 我就準時開了我的那個 手機的一個直播的一個狀況 雖然早上有幾個那個廠 現場 地方有幾個會堪要辦 說真的 早上看到很多的議員 針對我們桃園捷運的一個 目前營運的狀況 提出很多的建言 說實在的 你也保護委屈啦 董事長跟總經理說實在 你們也保護委屈啦 願而有苦說不出 因為明明呢 之前的設計也不在我們手上 那等到真的開始發包了 出現了問題 你就變得你也要蓋瓜承受 真的相當委屈 不過在這邊還是鼓勵 你們要繼續加油 我們期盼 還是在系統穩定跟安全無力的前提下 我們也是期盼能夠早日通車 好 那我這邊也是希望說 因為桃園捷運已經通過行政院的一個核定 對不對 那市府也即將發包了 我這邊也是希望說 期許我們未來桃捷公司 應該是會參與我們的那個 綠線捷運的一個規劃設計的部分 那我是希望說 我們避免重蹈我們機場捷運的一個設計不當 以及不服營運需求的一個復測 在這邊也期許大家能夠大概注意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方針 那在這邊還是希望說 因為針對一些新進人員 因為我們目前來講 只要考兩批 第一批跟第二批 那第二批的人員來講 主要以技術人員為主要 照顧跟技術人員 交通跟技術 所以我們也是多鼓勵新進人員 都考一些證照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一些激勵的一些方案 所以我是希望說 在內部你們做人事公佈的時候 務必要讓第一批的新進人員 或第一批的人員跟第二批的人員 中間的一個銜接問題 以及他個別的那個 目前來講 待遇的一個問題 我是希望說 在你們內部人事公佈的時候 務必要闡述清楚 免造成誤會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宇宙 好 葛事長 那個喔 我想這個問題應該不在你 這個問題應該是不是在交通部 這些不能通車的問題 應該交通部去負責處理 還在交通部嗎 目前 對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那我還是一樣 一樣安全儀利 你還是一樣要積極跟總經理 就是說我們第一個 我們現在已經進來 有一些人有兩批嘛 大概多少人 104年進來400 然後105年進來又再400個人 大概在900 我們現在公司的總額將近1100 1100人嘛 1248是不是 大概嘛 目前大概約1100 1100多嘛 好 那公司這些人的訓練跟證照怎麼樣 跟玉座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的訓練 每一批新進的同仁 他要按照大解法的部分 他有這個相關的訓練 他要取得兩張的證照 然後才會通過試用期 那104年的部分 都已經完成了 那現在是105年的 目前正在做相關的受訓 那我們目前的證照數 大概已經有985張 按照出旅刊的規定 大概要1084張 那我們到今年 就是今年的5月左右 我們大概可以有 將近1400到1500張的證照 所以大概都遠遠超過出旅刊 所需要的證照數 因為這個專業跟安全是一定要去顧慮到的 所以這些人員進來 我想對我們的淘櫃公司 應該有很大的幫助 那目前來講就是說 第一個人數也已經補齊了 那應該考證照也考了 那目前的進度到這裡 是 那我們現在什麼時候可以接手 就是說我們淘櫃公司 根據說報告 我們其實隨時都可以接手 我們現在為什麼要讓人員 受比較多的訓練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說 一方面讓他在還沒有營運之前 更加的熟悉這些相關的訓練 第二個 將來在業務的調動上面 或者是緊急的資源上面 他們更有彈性 而且最重要一點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設備設施 它都有相當的危險 比如說我們的第三軌 那個隨便只要一個出個插座 然後是會有人命的危險 所以一定要要求每一個作業程序 都要能夠到位 而且他必須要能夠了解 基本的原理 所以在這個地方 每一個同仁他受訓的時間都很長 所以這個你一定要 安全的一定要嚴格的要求 這個SOP一定要嚴格的要求 這個人命不能開玩笑 第二點就是我們A10站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們三比站 三比站 三比站的居民一直在問我 第一個就是說 什麼時候會通車 還有第二個 什麼時候停車場會好 那我跟他講說 目前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看過 有 那他的對面是不是一個小型的停車場 是不是有話好了 是 那個部分跟預作報告 那個部分我們跟交通局 還有王副市長也都有做過兩次的會刊 那也現在目前都在做加速的辦理中 因為我們市長也在說 系統一定要穩定安全無語 再來就是希望提前通車 這就是市長的期許 那我想我們局裡面也是一樣 那居民也是一樣 那這些我想 這麼短時間我是沒有辦法全部都問完 那如果你們方便的話 就是把資料全部給我 就署名 可以嗎 那就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那麼我們今天的工作報告是 台灣捷運公司 那所有登記的議員同仁也充分發言 大家辛苦 那今天會議到此結束 請各位到餐廳用餐散會